美國總統大選倒數計時 選邊站的名人也變得越來越多了 紐約時報最新的報導 就指出微軟共同創辦人 比爾蓋茲私下捐出了巨款 來力挺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他一共捐了有五千萬美金 大約是十六億的臺幣 給支持賀錦麗的政治團體 而根據報導 比爾蓋茲 他是私下捐款 不會公開承認 這也反映他的政治捐款策略 出現了變化 而蓋茲本人他是透過聲明來表示 這一次的選舉不同以往 不正面回答紐約時報的求證 而蓋茲雖然跟賀錦麗關係 是沒有那麼密切的 但是一向關心氣候變遷議題的他 過去幾年曾經稱讚過 拜登與賀錦麗的氣候政策 請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